那么在论语中其实也提到这么一段话 叫三人行必由我施焉 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就是说明我们要从 其实不是我们的老师 从我们身边的朋友 甚至从陌生人中 我们也发现他的优点向他学习 而发现他的一些不足 我们也引以为戒 不让自己做这种不好的事情 荀子又曾经这样说过 国将兴并必贵师而重负 国将衰必清师而贱负 我们经常说师父师父 师父领进门权 修行靠个人 那么在这里边 荀子就说 一个国家将兴盛的时候 重视教育尊重老师 而一个国家衰败的时候 对老师是非常清贱 是漠视的 所以这一点 值得我们反思 在中国历史上 乃至在世界历史上 对文化 对老师侮辱和残害的时代 值得我们深思 希望那个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希望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尊师众教 走向我们的强大 走向我们文化的长盛 好的 那么在这幅图中呢 魏老师我们展现的就是 中国古代的一个 尊师众教的讲学图 在这里 我想到了唐代的大学者 韩玉的一句话 传道授业解惑 所以我们老师的工作 在古代 传道授业解惑 传的是 天道 人伦 然后讲述的是 古代科举考试的 具体的这些 技术和知识 而解答的是 弟子们 人生的困惑 而 反观我们今天的这幅漫画 那我们看到一个疲惫的老师 是吧 揣着一颗心 工作繁忙 用他的雨伞 来保护我们 同学这些祖国的小花朵们 而我们自己的健康状态 堪忧 通向医院 所以我们今天 就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了 难道是压力 苦恼和疾病吗 我相信不是 太公家教中这样提到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正是这些老师 以自己作为父亲的心态 来面对我们的同学们 以自己用家人的亲情 来感化我们的一些同学 魏老师最后 想以这段话来结语 有人说世界是方的 他们说世界是圆的 有人害怕黑夜 他们却相信 黑夜将引领新的光明 在经验的规则中 探索未知 当所有人追逐名利时 是否停下来思考呢 他们宛如灯塔 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先生 明智图远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